黃萊荷常用看臺的望遠鏡 眺望河岸另一頭的北韓 韓戰停火後 他和母親和妹妹就分隔兩地 至今都還見不到面 黃萊荷刻意住在河岸邊 想念家人時就望向對岸 越看就越揪心 兩韓離散家庭團聚會 已經停辦了四年 想見北韓的家人 只能花錢請仲介安排在中國相會 一次代價約合二十億萬台幣 多數的民眾都負擔不起 八十高齡的黃萊荷 已經不敢奢望在有生之年 再見到家人 而八十九歲的沈秋葉相對幸運 美籍韓國友人協助戴信 他才得知北韓家人的近況 沈秋葉指著妥善收藏的信件 字跡有著被淚水晕開的痕跡 他的母親在一九六七年中風去世 而臨終前的遺言 是想念分隔兩地的兒子 二十八年前沈秋葉又在中國籍 韓國同鄉的幫忙下 在中國和弟弟團聚 也因此建立起聯繫的人脈 在南韓官方的請託下 至今已經舉辦過四十七次非公開的禮散家庭團員活動 不祝福自然有道路的支持 如果歷史外交流的成果 ��운感覺 有一種實現的成果 然後 1950年韓戰爆發 兩韓分裂的政權 硬生生的撕裂數百萬家庭的牽絆 35年後的1985年 兩韓開啟了離散家庭團圓的契機 直到2018年之前 總共舉辦過21場團聚 超過四萬四千多個家庭得以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 受到疫情影響 中國禁止群聚 而北韓以防疫為由 斷然終止兩韓貨物和信件的往來 僅剩的聯繫管道 斷了線 而根據南韓2021年的調查 高達八成的離散家庭不知道北韓家人是否還在人世 而這些成員多數已經八十多歲 在他們的遲暮之年 恐怕得面臨永遠都見不到家人的遺憾 南韓在9月曾經向北韓提出恢復舉辦離散家庭團聚 但遲遲沒能收到回應 離散家庭的團員也成了最奢侈的夢想 公視新聞張數分編譯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